台中市发生了一起赵涛车祸 当时这部乡行车呢 一个左转弯 结果撞上了一部机车 车上女骑士连人带车被撞飞 还滚地一圈 但可恶的是这个乡行车呢 撞到人没有停下来 而是加速逃逸 警方调了监视器以车追人 找到了这名赵涛的驾驶 他的理由一堆 说要送货啊 说要接孩子啊 太紧张啊 所以落跑 他的理由不管从道义上 从法律上来讲都不成立 就在这个路口 乡行车要左转一个瞬间 撞上机车 女骑士连人带车被撞飞 还滚了一圈 车上的东西也掉了一地 过了三秒钟才缓缓地爬起来 走路还一搏一搏 不过乡行车撞到人竟然没有停下来 路过的民众看到了 赶紧下车帮忙 还指着赵涛车辆 但是乡行车已经不知取向 现在目前这个女骑士 她的伤势是头部肿胀 还有右腿肿胀了 现在目前还在救护中 没有生命危险 这起吃货发生在太平市区 事后检方掉了解释器 以车追人终于揪出赵涛驾驶 驾驶说当时赶着送货 接小孩撞到人了 一时心慌才会落跑 当时就是说她急于送货 然后赶着要接小孩 所以她又很害怕 就当下都逃逸了 赵涛驾驶最后被喊送 被撞的女骑士头脚受伤 还在住院治疗 猛烈资品一撞 幸好没有生命危险 终于关于台中采访报道